大家好,我是華信頭顧擦盤總監 那在今天的一個台股 目前是開低,走高 那今天預估量大概在750億左右 所以即使收在整個大盤 撒破低呢 那這個也會呈現一個假跌破的一個左勢 那昨天道琼大跌的364點 那斯塔克呢更大跌的159點 等於是3.5%左右 所以這樣的一個,昨天的一個大跌 那當然投資朋友在今天呢 一定會非常的一個害怕 所以早盤呢,你去殺低的其實呢 你手上的股票沒有檢視,你把它殺掉 都是呢,開高走低的一個走勢 那最近我們趁POD買什麼 我相信各位呢,都有印象說 我們前一波的一個生技呢 我們操作呢,大疆 我們操作中域、至勤 那這一波大盤回來 那是不是有另外一次 可以讓我們呢,再 買低點的一個機會 那至勤 我相信各位 之前呢,這兩波 你們都印證到 是不是都印證到 所以呢,在出生段 在第二波的整理 當時呢,我們跟各位講說 這裡呢,拉回來 你一定要趕買 雖然說這一次DEPO季線 但是各位 它也呈現一個什麼 背離的一個走勢 回到連線的位置開始反彈 那至少說,在這個地方 你敢買的話 那這一段 那是不是呢 也能夠賺錢 所以 我說的股票呢 那個買賣點 非常重要 你為什麼賺不到錢 是因為 你把買點當賣點 把賣點的當買點 正當前市場 你看喔 在吉拉大漲的時候去追 成交量是不是最大 但是呢,你看喔 一路的往下低都沒有量 但是 你因為恐慌去殺 那你看到 敢買的 能不能夠再賺一段 能不能再賺一段 但是 你說這個位置點 那就不會再繼續往上嗎 目前氣線還在翻揚耶 所以它也有可能說 這個地方假跌破之後 它再生什麼 正拉台 所以我們不要去預設了 任何的立場 終於也是一樣 之前呢 各位 177到303 177到303這一波 我有沒有叫各位不要追了 我說第二波的整理 那第二波的整理呢 這個地方它哪會震盪 我們連續呢 出手四次 我告訴各位 一次的價差都是十塊十塊 但是 目前已經又來到季線這個位置點 那是不是要考驗你的智慧跟勇氣 所以做股票呢 如果你追高 那當然會殺低 但是呢 你能夠利用高檔賣出 低檔呢再把它接回來 那我相信你才是真正市場的一個大的贏家 那接下來 那這一波大盤拉毀 因為 這一週呢就 開始要選舉了 因為禮拜六要選舉的時候呢 投資朋友 當然呢會怕說 政權會不會轉移 那其實 我相信投資朋友 這個早次在各位的預期當中 那這個預期中的事情 你要怎麼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專業讓華信投顧總能發掘潛力投資 20多年來華信致力於更高的目標 更深遠的眼光 為客戶發掘更優質的投資機會 制服專線 02-2392-3988 2392-3988 歡迎回到現場 那總統選舉 那當然 如果說以經驗值來講的話 沒事總統選舉之前 他會震盪 他會震盪 這也是我之前跟各位講 選舉之前先壓縮 先壓縮 但是 在選舉之前的一個操作 我也跟各位講過 你就是要用短線價差去操作 而且呢 我說個股不用追高 但是預期點你要趕買 那自然這個價差就出來了 就像 我們送給各位的美猴王 帕萬 那奇力心 那這輛股票從63到73塊 之後呢 我們是不是叫各位呢 資金呢 又把它轉到百元 290到多少 326.5 那這也是36塊五毛錢的價差 那接下來 那當然說 現在還是有新的股票 因為這一波大盤拉回的時候被誤殺了 這些股票要怎麼去觀察 我們今天我會把美猴王的 Part 2的研究報告來送給各位 因為我們希望說 在這個位置點 你要事先去做好準備 因為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 如果呢 這個地方你只是在 因為呢選舉 那選舉是政治上的 的問題 那經濟上 政治上 跟經濟其實呢 各位 雖然台灣 聯動性比較大 但是 政治上的影響 那都是短暫的 怎麼跌呢 以後呢就怎麼上來 所以呢在這裡 不是說政權轉移不轉移的問題 是誰呢 能夠把台灣這個經濟呢 把它搞好 這才是最重要 哪一個政黨 其實呢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這個總統 能不能夠幫我們呢 把台灣的經濟呢 把它弄起來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在這個地方的一個操作呢 我還是要建議各位呢 往個股 個股的一個操作 去思考 就像生計股 那當然呢 在獲險的一個政見當中的 這個是一個政策的 政策的一個標的 那大江呢 各位從 這一路呢 你看 印證上來 這個趨勢有沒有改變 那這一次又回到季線 那是不是又是另外一次機會 宏記者 我不事後論啊 因為 相信這一波呢 那大盤呢 從高點跌下來 那其實呢 足足呢 跌了呢 500點 但是各位 這些股票 卻能夠從低檔一路呢 墊高 而且拉回不升之後 你看 開始又往上去撤高 所以 你要操作的是在這些呢 強股 強股的一個 來回 一個價差的一個操作 最近我講過這高檔震盪 所以每一個時期的一個操作呢 絕對是不一樣 只是說都在這個地方裡面太過於呢 去聽所謂的一個消息面 但是你聽太多反而的影響 你接下來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方向 我講過在選權政當 選後呢 通常呢 漲的一個機率呢 非常的一個高 不管說民進黨當選 或是呢 國民黨當選都一樣 不管說是 陳水扁 馬英九 包括說接下來哪一位 總統呢 要勝出 其實呢 台灣的一個 歷史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軌跡呢 這是有脈絡可循的 那只是說你現在不買 等到說 總統選舉之後利空出境 你再來追 可能 會去追高了 那包括說 你看 像華碩集團的子公司的享受 那這兩段的一個操作裡面也驗證到 那這次我想過的 高檔 做震盪 雖然說 因為盤勢壓回 它有跌破季線 但是季線還是往上翻揚 那目前呢又佔回季線的一個位置點 所以說這一種 是不是呢 都是領先 大盤的一個 個股 大盤在破底 但是各位 我們跟各位 分享的這些股票呢 其實呢 都還能夠撐在季線之上 這代表整個多頭的架構呢 並沒有改變 所以我說 有時候呢 大盤在跌的時候 戶潮之下無完卵 但是真正跌下來的時候 那你才知道說 哪些股票 是真正的 強勢股 所以機會永遠是留給有準備的 那我也希望呢 這些個股 同學朋友 你都跟我們的持續來做掌握 那如果你想跟著我們的腳步 那當然同學呢 我們會直接帶你做進出 那如果說 美猴王的Part1呢 你沒有呢 鎖取到 你奇力薪也沒做到 你百也沒做到 那我們這一次 因為大盤跌回來 另外一次呢 我們把美猴王的Part2 再做一個推出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這是在榮歷年前的 能夠讓各位 用最短的時間 來換取什麼 最大的利潤 所以機會呢 非常的難得 那今天呢 我們 這個另外呢 提供呢 少部分呢 讓投資朋友來分享 那這個農曆年前 想要賺個大紅八的 那我也希望 真的不要抽鍋 這些呢 都是在目前排面上 或是在今年 的一個重點產業 那包括說在整個籌碼 包括在技術面呢 它是領先大盤 開始翻養 所以真正 真正的能夠讓各位呢 賺錢的股票 一定是趋勢 好股 我們明天同學 再會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於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OK